现在出去了 现在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就这单案件 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 不认为这是一个行事案件 你如果说需要保护现场 你可以自己保护 好吧 可以自己保护 那么警察 他的职责 就是保护公民的 生命财产 这是警察的职责 现在我家里的房屋财产 造损坏 造抢劫了 这个犯罪现场 我怕那些强盗们再去毁坏 所以请求你 紧急保护犯罪现场 有错吗 你必须履责 我认为这是警察的责任 葛德鲁克林很明确的告诉你 就我们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 这不是一个行事案件 我不是说行 因为只一定要行事案件你才保护吗 就是我们今天死在的刑场 你才保护吗 这话不是你这么讲的 那你说 行事案件 你刚今天我抢我手机了 你太糟了 那有些证据在这 抢我手机不是抢钱吗 还不是有刑事的这个责任吗 公检法 公检法有各自的职责所在 公安机关是负责的 对吧 但是你这个行为 你今天所报警的这个行为 我们这边调查的情况显示 不是一个行事案件 明确的告诉你 你可以像到时候你说 结果出来了 你可以进行复语 也可以进行诉讼 你的意思就是说 只有行事案件 你们才出来保护 不是行事案件 就没有保护的义务和责任 你可以去翻译一下行诉法 对吧 我为什么你现在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 我们不保护这个现场 犯罪性的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不是犯罪行为 还是什么行为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那是什么行为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行为 我告诉你 我直到大方境内的 我告诉你 这不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是什么行为 你自己 是正常行为吗 你自己去请律师 对吧 很明确 那么警察保护生命财产的义务和责任 到哪去了呢 值得范围之内的 我们在值得范围之内履责 值得范围之外的 我们不好参与 你就是说 人民的财产遭到毁坏破坏了 遭抢劫了 你没有责任来保护 我跟你讲 它不是一个毁坏跟抢劫的行为